我們把剛才的那個Clipory講完之後 我們今天的第二個主題是Interface 那Interface的定義在這邊我把它打上去 好 我們的內幕啊 Clipory是幫你做一個class裡面做適當的分類 那協定呢 PotoCode這邊就是在一種類別之間分享方法的清單 那如果某一個類別要實作詞顯印的時候呢 這表示你必須採用這個項目的類別 那這個就是在交換或是項目裡面的一個配置 也是用來實現多重繼承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這兩個的差別在那邊 我們看一下原本的這一個圖的部分 好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Complex固件裡面 原本它就有自己的方法 那我們透過類目來幫我們做這些 那今天呢 我今天在去做繼承的時候呢 如果今天我要繼承C這個class 好 那它裡面呢 如果它的協定PotoCode裡面宣告了 有Add跟SUV的話 我繼承它 我就一定要做這兩個方法 懂這意思嗎 好 協定呢 就是說 你今天你要跟我 那你就必須 假設好了 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你今天要找一個 一個助手 那你希望你的助手一定要有身高170 然後年紀呢 然後年紀呢 是20歲 假設這樣子 那你這是你訂出來的目標嘛 這個就是你的協定 就是PotoCode 那這個條件下呢 要當你的助手一定要滿足這兩個條件 如果沒有的話 就不能當你的助手 好 所以呢 協定呢就是用來限制說 你要來繼承我 那你就一定要有這兩個條件 好 那這個就是協定目的 那內幕呢 跟繼承就沒關係 內幕是在一個自己的place裡面去擴充其他的分類 那協定呢 是用來你今天去繼承的時候呢 必須要去做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回到課本這個例子 課本在79頁這邊 有一個加減乘除的一個算例 好 那我們直接開這個例子給大家看 一樣呢 我們先把這一個 先把它擋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那等一下我們再把它做文化 好 好 這個是一個加減乘除的例子 那我們一個人來看 第一個呢 這個是 integer的over 那它是繼承原生的N小組 所以它是一個最原始的一個class 這個class裡面有一個屬性叫NUF 好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poverty 那重點在這邊喔 重點在這一個interface裡面呢 我們括號還記得嗎 括號就是我們的carecory嘛 好 所以我們中間就是它一個分類叫做covation 這個carecory裡面呢 我有四個 這個 歸屬在這個分類裡面的頭髮 特別是加點乘除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才用分類方式做的 那我今天要增加這個foil上去啊 這個做呢 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你要去繼承我 繼承我這個 integer的oper 這個class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有 add and stop 然後 這個 成跟除這兩個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定 好 這是由於我們原本的 好 所以呢我們就這樣把它或者我加上去 好 這protocol裡面呢 就是宣告什麼 這樣子 好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宣告一個protocol 它是 滿足我們的這個寫進的名稱 叫做covation 那裡面呢 我已經制定了說 你要你要來繼承我 你一定要有 add and stop 這些幾個方法 不然你就沒有辦法繼承我成功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加上去呢 然後這個例子 好 我一段一段加過去 這個是協定的宣告 好 我們先把它通過 好 這是我的協定 我有一份 你把它講到它是一份合約好了 這個合約明文規定了 你要繼承我的話 就要提供這四種方法 你只要其中一個沒有提供 那我就不能讓你開了過 好 這是我的合約 這是offation 這個合約名稱 叫做offation 這個合約 好 那我怎麼樣去 去簽署這一份合約呢 好 那簽署合約的方式 我們在擴充方 我們在擴充方 我們的careful的時候 是用小括號 那在實作合約的時候呢 是用那個大於小於的符號 可以看一下一遍 好 我們的class呢 叫做integer的opr 我們原本是繼承 andestadject 那 原本繼承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去實作任何的合約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去簽署這一份的話 就是加上 後面再加上這個小括號 裡面 你的合約的名稱 好 那我們按完 好 我現在呢 這邊 我在原本 這一個繼承 最原生的物件 它在實作合約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先坦白給大家看喔 我裡面有加-乘除 好 我把 除的部分把它放起來 我先把除放起來 好 然後我的除的實作在那邊 好 這一段呢 我也把它放下 我坦白了一次 就這樣 這個 就把它放下 好 好 它是坦白成功的喔 所以呢 我之前 加-乘都沒問題 因為我有提供加-乘的方法在這個 IN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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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PG的OPR 這個class裡面 好 那我現在有一份協定啊 有一份合約 裡面呢 比我們規定我要有加減乘除 好 那我今天這個 這個INPG的一個 我去繼承的 最原生 NHUJ 然後啊 我要去實作 Opaging這一個 合約 好 好 這時候加上這一段之後 就是我合約裡面有定了4個方法 讓我自己本身就有三角方法 我再坎開一次 好 那它就會跟你講說這邊 它是沒有辦法去實作的喔 好 就會跟你出現這個指導的學習 好 那這個康權的部分呢 那就是 你今天如果 一定要有 這一個 合約裡面的問題的 那我就必須要去實作 這個 提案一個的方法 你只要找一個 它就 故意去做這個事情 好 所以呢 我把這個 給它 取消掉 好 那這是家電程序 跟合約的關係 那這個 我們一定呢 基本上就是用它 幫你做 這一個 規範的目的而已 好 所以說呢 協定的部分呢 其實沒有很困難 那 記得 它的協定的方式呢 就是這一個 小 大於小於 括號 括起來 那我們 我們Canful的部分呢 是這個 中括號 小括號 括起來 這兩個的差別 給大家認識一下 所以中間 IOS裡面呢 神經會 常見到幾個 表示的方式 好 所以呢 請大家 也了解